带着听诊器 全神贯注的帮病人检查身体 这是华时新闻曾经报导过的 国保系列专题 当时谢春梅医师虽然已经98岁 但身体和精神还很好 天天开门帮民众看诊 但在29号谢春梅医师 在家中辞世享受99岁 就吸入性肺炎 那引发心被衰竭 谢春梅在民国33年通过医师考试后 因为爸爸一居家乡没有医师 就毅然决然地回到苗栗公馆看业 在地服务70多年 许多乡亲是从小给他看病看到大 甚至还有一家五代都是给他看病 多次获办医疗奉献奖 总统蔡英文以及卫副部长陈时中 也曾经亲自来拜访过他 现在他与世长辞大家都很不舍 他是我处理的启蒙老师 已经30年了 对他全年无需的 悬浮救人的精神 敬佩不已 几乎可以形容为东方的使坏者 乡亲也说 谢老医师虽然将近百岁 但是看诊时认真 详细解说病情之余 也会和蔼的叮咛日常保健 现在虽然慈世 但是他的一言一行 以及为偏乡服务的精神 会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